换句话说,你要是等到做头的时候,也可能有横向趋势,三层顶,比如下边的形成的底部的横向趋势,一个是在上风的半解谣当中半空中出现一个横向趋势,也许做趋势大顶的时候也许出现横向趋势,所以大家要分别在上,就是说要清楚一些。 那么不管是在什么低运、中卫、高卫的横向趋势的出现,那横向趋势的操作问题,怎么办? 这就涉及到一个,我在那个大大家里面涉及到K线的横向趋势,就是说一般来说呢,比如说走平台,平台,时日讯线到来的时候,他就应该启动骨架, 但是呢,时日讯线到来的时候,还继续盘,又盘了一段时间,时日讯线不在,没当时代表着中长线资金的时日讯线,没有马上助长,也许赶上市场,反正就还要等待一个时机,他继续盘,这是K线的横向趋势。 K线的横向趋势,再就是呢,这一点我就建议呢,在这里边就不要做,在K线里边波动,那就没有做的必要,我又不跟大家提了啊,那么就是说,在趋势当中,五日均线波动, 就五日均线波动,他比这个,你K线,五日均线走平,一会上来,一会下来,这样波动,幅度要加大,啊,幅度要加大,所以在这,还有一段距离可打,啊,但是,我也, 他既然是横向趋势,没有突破,横向趋势上涨之前,这里做不做,也没有什么,大转,什么时候做,啊,你这个,K线波动,这是K线波动,是吧,这是,五日均线,啊,五日均线,那无论是,啊,K线波动,那也等着突破,五日均线波动,也要等着它有效突破, 这个书,才是横向趋势,操作的,切入点灭,啊, 真是不大好推,那底部做一个大的横,横向趋势,那最底部的时候,那是太多钱,两块钱,是吧, 现在,最高的,最高的,涨了十了十了块钱,啊,两块钱,一个横向趋势,啊,横向趋势,你看,这一段有个横向趋势, 没有突破,又下去了,这底下,这个横向趋势,才上来,上来, 以这个,啊,两块五六毛钱的时候,这是做大底开始,这是开始突破,啊, 就这一顶大量,那,在这个底部区域,放了这么多量,以前都很低, 在这个区域放这么多量,那庄家把你藏了,啊,这一部分筹嘛,庄家获得丰厚, 那,中金黄金,在向下趋势的时候,又,又做了一个,啊,这底部不大好看,啊, 底部又一个横向趋势,横向趋势,底部这个横向趋势突破了, 这开始,开始了,它的上升黄金,横向趋势,去入下跌的底部的时候, 几个,不断下跌的时候,就是下不去了,就是说明, 大底到了,什么时候开始了,它的上升趋势,啊, 你这上半一足啊,没时间看完的,啊, 有的股票就,有的钱就不能弄里边,来,长安汽车,啊, 长安汽车,啊,长安汽车,跌跌两步,哼哼哼哼哼,就不动, 这五日军线就,就波动,椅子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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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了, 像,像,像体内,啊,你在这里边坐呢,就没,没什么意思啊,啊, 啊,到了箱底了,那箱底有的时候,它也不大规矩, 那箱底也不大规矩,就是大提生们,一个箱底盖呗, 你说,我从底下拿了,那拿,他,他,他没有突破的时候, 一到箱底下来,一到箱底下来,你没有,没有多大钻头,啊, 大家都懂,横有多长,数有多高,是吧, 你长安汽车做了吗,很多朋友肯定没做,是吧, 所以说,你广看了,数了,啊,吴老师这个横向趋势是挺好的,啊, 一突破,一突破,你,你,你做不做,啊, 讲的,讲横向趋势,是吧,你刚才那个是五日军线播中的比,比较小, 那这个,这个看了,这个看就波动大了,啊, 你看,这个波动大,那这个,这个,波动大, 这一横向趋势,这一,这时间,这一很长啊, 所以前面这个高点的一突破,大向一突破,那,后期涨势如恒,啊, 大,大,大凡,在下边,各种密室上,大凡天的场, 横向趋势这样的比较,啊, 那,我顺便在,在这里,啊,提示一点,就是说, 这不是涉及到,这个,一个,这个,啊,底部的横向趋势,吗,是吧, 底部的,呃,横向趋势突破以后,啊, 有力,做了这几周,有力呢,就是一个, 大的,底部图形,啊, 有人说,那个,哦,那个波老师,是短,短线高速,啊, 实际上,我不是,不仅仅是短线高速,啊, 啊,我是,中线,短线,长线,全擅长, 横向趋势在底部,啊, 啊,老老老老,老不跌了, 这是,横向趋势, 下下跌,呢,下下跌,跌到位的时候呢, 下下趋势,和,横向趋势的底部, 有两种状态, 两种什么状态呢, 一个是, 做了几个底, 比上场,有的是, 做两个底, 有的是,可能是做一个底, 实际上,它是一个头肩底图形, 打底的时候, 那么,一定要有底部图形, 说往底的,有人说,啊, 那我在,赢家决计最早出的, 这是,这是很基础的知识, 是吧,哪,随便找一个股票数据都一看到了, 这个底部的, 所以大家能不能做好, 是另一回事想, 就是说,这个底部图形, 和底部的横向趋势, 是股票跌, 无可跌, 要开始反送的, 一个重要的标志, 这些我们知道了, 好了, 它开始了, 在展开的上升趋势, 这里面吧, 就顺便吧, 把这个股价的底部, 跟大家, 就是说, 交代交代, 你看, 大盘在这底部的时候, 跌跌跌跌跌, 跌到周围来的表的时候, 说吧, 这是双底图形, 出来了, 是吧, 双底图形出来了, 大盘, 以后开始气死回生, 后来呢, 上了之后呢, 又五行又下来了, 下来了之后呢, 这就多重三重底了, 一个底, 两个底, 三个底, 这就是一个横向趋势, 横向趋势, 这次的横向趋势, 支撑着大盘, 在一路上扬, 在一路上扬, 来了, 又出现了, 又出现了, 大家, 大家讲那些趋势啊, 大家随便的话一放啊, 这是, 这是一个底部, 是吧, 底部, 土坡了, 这是, 这是一个底部, 这是什么底部呢, 这是前期的双底, 这个底没有破过这个底, 大盘的双底出现了, 是吧, 那么, 在这个地方, 这就, 相提, 是吧, 这就是大的, 五日军先, 郭东美这个相提, 突破了, 又上了, 上来之后, 这又是个相提, 是吧, 又是个相提, 而且在这个时候, 在这个时候, 大家注意一下, 这个可能范围就大了一些, 实际上, 它也是个相提, 是吧, 你过, 没有过, 都倒又下来了, 这是, 大的图形看来, 这是空中大的双底, 整体来看, 这是一个横向去世, 横向去世一破, 中间, 中间, 这个是什么, 这个是, K线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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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横向去世, 是吧, 因为当时, 10日军先上来的时候, 就没有助长, 等了一会儿, 等了三十日军先死, 停一停, 才上去, 那多, 多多百列, 就是说, 这些横向去世, 是吧, 有的在底部, 有的, 有的在, 在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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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, 更多的给大家说一些近期, 近期一些股票, 这个, 这个横向去世, 这大范围, 这小范围的空中双底, 有什么底部图形, 就有什么中间图形, 有什么底部的去世, 就有什么底中间的横向去世, 在这个波动, 都没有什么算头, 你等着几个千高点一破, 大象体一破, 上去, 相体突破, 可能有的朋友说, 哎呀, 大盘子这么高了, 你都, 都不敢进了, 那这个股票, 等我明天给大家揭露这个说话, 这是去世部长, 前期没有涨那个股票, 该轮到上面涨了, 该他们部长了, 横向去世的突破, 在这里面, 没突破之前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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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, 不要做他, 这个整个大点是一个, 五日均线波动相提, 那小的呢, 这是K线波动相提, 你看, 这也是横向去世, 五日均线波动得很小, 是吧, K线在上面, 下来, 下到箱底了, 又开始往下来了, 哪一天, 开始大量突破, 突破, 你这人见, 你知道你不发了, 你要说, 我在大盘开街的时候, 现在, 现在我做这个灌萌, 是吧, 从八块的前, 走二十多块, 谁, 谁, 谁会得佩服你啊, 不用什么高速, 你知道, 你能够, 啊, 学义, 学义之用, 能把我这个, 我这个横向去世, 这个你学会的哪个, 这还, 这还难吗, 啊, 高大来呀, 咱就说这个目标, 是吧, 大盘涨这么多, 都没涨, 是吧, 咱就, 我这就举例了, 这个大的相提, 啊, 虽然这个大相提走的, 不是太规则的, 也基本上, 啊, 我画里也不标准啊, 在底线应该是了, 大肆现在的范围, 这个范围就破了, 看看, 昨天的成交量巨量, 把前期的大量全操破了, 巨量, 每当, K线的, 横向趋势, 和五十天各种的横向趋势的, 相提突破, 一定放巨量, 是吧, 所以, 有的, 有的, 有的讲识别, 有的说, 哎呀, 不老说, 这个放巨量了, 放巨量了, 或者第二天, 你都要低量百姓, 放巨量了, 就不改变了, 这种情况, 除非, 你这种情况, 有的股票就连续上了, 他解号了, 前面的弱干的头部, 弱干的消体的头部的突破, 他不发生形容了, 是不是, 所以还有一些股票, 大盘报告下跌, 还有一些股票, 将开始新的, 横向突破, 开始提供, 这么一对量, 就这么点行情, 不可能, 是吧, 还得涨, 那横向趋势突破, 所以这一点, 我多啰嗦了几句, 但愿你们将来, 在预奏, 横向趋势突破的时候, 要霸胆地进入, 是不是, 所以说, 你要是, 你要是做个小趋势, 你要是做个破断, 那是, 在那都是很丰厚的, 首先, 你得有这个意识, 即使不做趋势, 你有了趋势的整体的这个观念, 你做破断, 你也能够轻松自如, 是不是, 所以说, 这个横向趋势的突破, 我可能是, 比那个下跌强反弹上, 要给大家多讲了几句, 大盘在下跌, 一波两波, 你这个股票就在这横了, 横完了, 它能不涨吗, 就是由于有这些股票的上当, 在那大盘的钩子里就带起来了, 是吧, 所以说这个道理就是一样的, 你看这个地方, 跑到横台, 跑到横了, 横台, 是吧, 虽然也有, 也有这个, 有波动性的, 但是就算是波动是不大的, 大盘这个底点, 破这个底, 你这个底在这, 你没破这个底在那横台, 是吧, 所以说道理呢, 都完全的一致, 是吧, 所以说, 有K线的什么走势, 比如说双底, 头肩底, 是吧, 这个这个, 啊, 你看, 比如说大盘的这个走势, 大盘, 下跌反弹, 反弹, 这个顶没有过, 这是双重底啊, 是不是啊, 那大盘的下跌了, 上来之后, 啊, 完了, 一个底没过, 一个底没过, 这是横向趋势啊, 是不是啊, 那跑到这个地方, 又双头啊, 又下来, 又做个小双底, 双底都又上去了, 这是双, 双底啊, 这是, 双底图形, 特别是图形啊, 横向, 包括横向趋势, 这些呢, 都是通用, 我的气氛买点三加一了, 有了三, 还不一定能保证第二天, 上涨呢, 上涨, 仍不如上涨, 再开一, 就是啊, 你没有这个一, 光有三也不行, 所以这个东西呢, 我的这个观点呢, 是息息相关, 反过来讲, 中国股市, 哪一只股票上涨, 哪一只股票在分时走势上, 今天变反向上, 逃不过我的手法, 是吧, 大家可以都遭遇, 是吧, 哪这股票起来了, 是吧, 不是从吴老师的这个手法里出来, 就是不是的规范的手法, 也是里边有相同之处, 是不是啊, 换句话说, 我就说个白色自白, 怎么还不对啊, 我的气氛买点三加一, 形态的一够, 完了分时正式, 再以横排, 再以拨迁, 你就上了, 就白色自白, 就是铁律, 对不对, 下面就要讲那个, 上升趋势中的操作, 上升趋势呢, 和形成, 首先讲形成, 咱们接的刚才, 那向下趋势和中继趋势节的讲, 是吧, 那就是说, 他上升的, 行成刚刚开始的时候, 他应该有一个什么呢, 有一个底部, 底部图形, 和什么呢, 和横向趋势, 横向趋势, 好, 这个先加趋势, 先加趋势是什么话呢, 话, 主要是这个, 实际上和上升趋势的下轨一样的, 是以十日军线, 十日军线, 要如果就是在十日军线和五日军线, 交回这个地方的连线, 是吧, 这连线, 那就得了, 这个压力, 以前, 已到这个地方呢, 已到这个下降趋势上围的时候呢, 他就得下来, 那这次呢, 到了下降趋势上围呢, 他不下, 他不解的下车, 而且往上反弹了, 那底部相抵的突破, 开始往上反弹了, 反弹了之后呢, 做创敌呢, 这个敌在这个地方, 前一个敌在这个地方, 你看, 这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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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三个东西, 那, 这就有点像个不规则的头肩底形态, 那, 这有个肩了, 那这又一个肩, 那这就是头肩底涂鞋, 或者是把这个地方, 作为一个小的横向趋势, 小横向趋势, 都可以, 只要是下降趋势的, 上轨突破了, 完了之后, 紧接着做一个底部图形, 或者是做一个横向趋势, 那么他就完成了筑底这个过程, 完成筑底, 完了就展开了新的一波上扬, 包括这个小的, 小的, 小的双底, 在这身上, 我还要提示一点的是, 有些朋友, 太看重了什么呢, 太看重了, 二十日军戒, 三十日军戒, 比如说, 咱现在吧, 下降趋势了, 下降趋势了, 这个时候呢, 下降趋势这个地方, 二十日军线, 三十日军线, 这都得让, 大家都很恐怖, 你在这际线的生活, 在一弄上, 沉一沉, 但是呢, 他一做了底部图形, 或者横向趋势之后, 这前面的二十日军线, 假如说是二十日军线, 三十日军线, 济一线, 半年线, 这些东西, 就没有主导, 因为什么呢, 他做出了一个底部图形之后呢, 就完全有能力, 突破这些压力线, 所以这些压力线, 这个时候, 几乎是形同趋势了, 他完全被一个横向趋势所化解, 化解了之后, 这个时候, 在,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, 你就不要看, 有的朋友, 有的朋友, 做股票就怕这个, 你看上边有这么多军线压, 不敢做, 所以这个时候呢, 把军线都放掉, 为什么放掉呢, 随着它的横向趋势和双顶的形成, 这些压力线都开始去换, 这些军线都开始去换, 都开始, 开始走平, 走平了, 跟大家提示一点, 就是说, 任何一条军线, 包括, 为什么就是说, 有的时候大家看分时走势, 分时走势军架线, 只要它趋缓了, 走平了, 它就像僵尸一样, 没有力量, 当我看到了三宗去世形成的时候, 已经几个波段了, 甚至是最后一个军策的时候, 也看出是三宗去世, 是三宗去世, 不过大家, 朝底的意识, 应该放在坐底图形, 和横向去世的突破, 这个时候, 它是最低的, 是吧,